这个西班牙呢,无疑是足球清训的圣地 我们小将也去过两次西班牙 我自己呢,除了小将之外还去过两次 大概我去过四次西班牙 我去过五次西班牙 应该说呢,这个西班牙的清训呢 是我们切身感受比较深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小将这U12群 我刚刚,昨天吧,前天 我把那个,我们有一位车友 他帮着我搜集的这个 巴塞罗那,拉马西亚 这个09队的五个队员的个人集锦 发到了我们的群里 发到群里之后呢,我让孩子呢 对应他们各自的位置 然后一个主题就是要向他们学习什么 这是最新的 所以我们随便听一听吧 听一个小男 小男说的 我刚才看了您发的这些视频 首先我看的是第一个八三六号的这个视频 八三他这个六号他身体比较小 但是他第一脚出球非常好 第一脚出球他经常就是 就是在后场就中后场的时候 能把这个对方已经上了高压比抢 然后在中后场能把这个扣给解开 然后就使得对方的高压比抢 没有任何的作用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大局观很好 他的大局观就是 经常在中场找到就是 另一次个队友转移过去 而且他识别空当能力极强 就是总是在传队友身前球 传一些提前量 并不是像我们只是点对点的 脚下的传球 而是像身前身后去传 然后他还经常在中场横向接完球之后打身后 还有就是他的停球 就是停球第一脚出球很好 并且他第一脚出球总是先向前 比如说后卫给他球 他第一脚总是先向前转身 然后马上分出去 再去接应转移 大局观很好 是一个组织形的中场 然后又靠了这个11号的集锦 然后可以发现他速度很快 然后带球有假动作 经常可以连过好几个人 但是依然是他的第一脚出球很好 他第一脚出球总是 总是能连很快的连接他第二下的动作 这样就使他在过人的时候 第一线挺好 立马第二线跟上 使对方防守队员来不及去判断 他连接动作非常快 还有就是他这个丢球之后的反响非常强 有时候就有可能传大了 但他依然去给对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还有就是在对方背身的时候去反响 然后自己丢球的时候也会去进行这样一个反响 然后又看了这个11号 还有他就是会经常主动去球身体上的对抗 他这样去去寻球身体上的对抗 就是可以很好的去获得自己更好的处责的位置 还有就是他高球下来非常的有经验 就是他不去先弄球 而先卡住位置然后再去拿球 这样就会更好的让自己去拿到球 而不是让对方拿到球 然后就是阿夏的10号 他那个10号跟那个11号的特点很相似 但是他的身体更加的强壮 而且他也更合理一些 相比11号能分出来更多的球在中场 而且他不像11号 虽然不像11号的频率那么快 连接动作快 但是他每一步出球 就是出的恰好处 就是他竟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而你又够不着 你去防他会很难受 并且他 并且他也是第一脚出球 他们整个班赛 他们我看的所有的 他们的第一脚出球 都是他们非常好的优点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是他们共同点 然后这个10号也是 速度很快 但是 但是他 这后面还有的 这小框 董老师好 我看了您发的视频 在这几个视频中 我觉得我要向奥比纳学习 奥比纳首先他拿球的时候 他知道空间在哪个地方 所以有时候他停球的话会停到空间里面 然后他第二个动作就因为没有防守队员 而且旁边就停球也会离防守队员更远 所以有时候他停完球之后就会非常藏龙的过程或者进行下一步 还有就是奥比纳他的有时候是非常坚决的 有时候比如遇到几个人的时候都会爆炸的时候他会突然加速然后过他们 有时候就会靠坚决才能赢得胜利或者破掉对方的球员 对 这些孩子呢都是小将打过的孩子 男子勋可能是贵人多忘事 他说的6号呢就是祖克 他说的11号呢就是奥比纳 这个6号祖克呢是小将当时跟阿拉马西亚打的时候呢 这个非常优秀的中场 现在仍然是在巴萨09担任这个中场 这个奥比纳呢就是小邝当时去视讯的时候对位的这个中风 现在呢那个孩子身体没长起来 所以就改成边风了 改成边风了 右脚踢左路 实话说呢 这个改位置之后呢 这个能力也仍然有所体现 这是我随便找的这两个孩子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包括老二啊什么的 刚天下午好 我看了您发的这个巴萨这个视频 我看的是 那个11号那个大黑 他跟我一样都是右脚 但是 我觉得我可以相当学习的地方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他前插 他会拼命全力的前插 而我每次都是想着拿脚下带球 虽然他也有拿脚下带球 但是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进攻方式就是前插 我应该跟他学习前插 这样也能多一种进攻方式 第二点就是 我学习他的 第一脚停球 他有时候我把球第一脚停球停在原地 然后开始过人 但是他就是他会停球连带的直接过人 这些我应该学习 因为当时 当时放了 当时你拿球放了 对于铁铁铺上来 然后你打个时间差 他铺上来的时候 你直接出动 他会反应 他反应不过来 你就直接可以把它晃走了 而且他控制的力度正好 如果小了的话 就可能被放了队员 强断 大了的话 就可能被先防御队员给拿到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他 他有 他有些球 看自己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他又并不会轻易去拿球 而是用身体把对方卡住 这样先保住 先保 先保证对方拿不了球 然后自己再去拿球 这一点我应该先来学习 而且他 呼求的时候 就是说 练不是只用身体 也会把手张开 这一点我应该先来学习 老二每次聊 就是做视频作业 基本上 最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就是这一点我要让他学习 这一点我要让他学习 这一点我要让他学习 这几个孩子说的这些事呢 其实都是 三年 几年前 三年多前吧 同场竞技的 拉马西亚的 那实际上呢 坦白说呢 你要让我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在拉大 就即便说是过了三年 也在拉大 当然你可以认为我教练水平不行 但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不是说教练水平的问题 这个是 当然也跟教练有一个关系吧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不是没教 反正现在要不就说呢 反正现在要不就说呢 我不会教 要不就是我教了也没用 反正你 随便你们怎么理解 都可以 对吧 就是 要不就是我不会教 当然我都教过 第一教停球应该怎么停 前叉 然后户球上手 都在教 但是 就是没有人 做的到位 你包括我说连接动作 我在场上 我就训练的时候 我老喊一二 就第一 二 一二 就用这种节奏强迫他 第二下连接上 喊 能有点效果 不喊 就没有 所以我坦白说 这个就是 不是说 怎么说呢 这个 就如果交能交会 如果 只要一交 都能会 那这个事呢 就可能变得简单了 那我们把拉马西亚教练 请回来就行了 一年两百万 你给我交出来 两个组客 两个奥比娜 对吧 但显然呢 三个老碗 可能就不行 所以这就是 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 这个 环境 不同的基因 所造就的东西 其实他说这些东西 就包括我们小孩 总结出来这些东西 不是小将的问题 是全中国孩子的问题 全中国的孩子 第一脚听球 就有问题 全中国的孩子 护球就不上手 身体不会上 全中国的孩子 都要拿脚下 没有前叉 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是环境 因为你什么呢 拿脚下 就是说落袋为安 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你给我球 你给我了 我在我脚下 我觉得踏实 我开始过人 我前叉 你不给我 我不白跑了吗 无力不起早啊 这是文化 这是文化 咱们生活当中 有多少人愿意说 这件事我努力了 不求报酬 无所谓结果 我就要去做这件事 有吗 有多少 你是吗 谁是 这是个文化 那么在他那个里面 他就认为 我 我努力了 我去了 你不给我 那我发现我自己努力了 或者这叫最合理的方式 这是 我应该就 我就应该这么提 因为足球是这么提的 但我们想的是 我要是跑过去 他不给我 我不白跑吗 我为什么不在这等着呢 他把球给我 我在做动作 多好啊 所以这东西就 差异就在这 所以足球的发展 脱离了现实 脱离了社会 脱离了文化 你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呢 你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你发展现阶段的中国足球 你是等着 中国具备这样的文化 你再发展 还是说 你只能是 小范围的 不断的去强化 争取 嫁接 或者是什么 什么 什么某一种变异 然后给予一些刺激 最后让这一小部分人 拥有这样的技能 还是说 我们等着 全中国 所有的孩子 踢球都这么踢 不可能 你就是你船上都没东西 你都没有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 支撑着你 全中国孩子 这么踢球啊 人家是有支撑啊 人家社会文化 传统 百年的俱乐部 家旁边就是 爷爷叔叔 爸爸对块踢球 从小五六岁开始 主客厂 你有吗 没有 你没有 你不是空中楼阁吗 所以中国足球 不搞精 不搞精英化 一点戏都没有 你光挡着普及 抓壮定 班班有班队 校校有校队 这小孩 你就头二人踢球 就瞎扯了 不是 不会踢 不合理 怎么踢啊 对吧 绝望就对了 所以我一直说 中国足球发展 一个是漫长的道路 另外一个 只有精英化 只有精英 你中国亲水 不那么多人踢球 你就选出500个孩子 一个年龄多年500个 认真培养这500个就行了 不用非得 说全中国人都踢球 你全中国人都踢 孩子都踢球 也都是大半部分 都是废的 没有用 于文化也没有作用 于普及也没有真正的作用 普及是自下而上的 咱们现在是自上而下的 开始抓这个 抓这个 你这东西能抓的吗 你没有那个文化 你能抓吗 广场舞用抓吗 广场舞 我们不用抓 老头老太也都出去跳去了 对不对 打麻将用抓吗 说下个文件 说应该是 把中国的麻将迷 多少年 给提升多少人 说家家得打麻将 打麻将完了 给你优惠政策 有吗 不用 它自然而然的形成 来吧 咱们接下这个 江明宇的时间比较长了 江明宇的爸爸 听听他吧 因为江明宇呢 是在中国 也踢过 到小江也踢过 现在跟着家庭的 一块移民 西班牙也踢了 看看他 看看他爸爸 真实的这个表达 因为他 这个老江呢 在 在中国呢 也是做 几米西游记啊 都是西游记的 这是 几米西游记 是不是时间长了 等不及了 没在 几米西游记 那个江明宇的 爸爸在吗 几米西游记 在哪儿呢 没了 有有有 来了 来了 董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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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久没见了 啊 啊 这越来越像艺术家了 头发长了 是吧 这边疫情的原因 我也是尽量减少 这种 有感染风险的地方 就不去 没有 我看你 还是越来越年轻了 越来越年轻了 没有 没有 您牙怎么样 能坚持吗 需不需要改天再联系 都可以 我没事 没事 我第三个要不连你 我就坚持不了了 啊 因为我 我还是很 很期待 从你那 能够得到更 更 更鲜活的 没有 西班牙足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怎么样 米宇 我看那个 中国有一个什么海外球员新闻 有时候还经常能够报道 呃 呃 叫叫叫叫叫 姜米宇的这个比赛的情况 啊 哦 对 他把那个西班牙 在西班牙留学替球的孩子信息 统计的挺全的 对 他有时候会介绍一下 啊 嗯 我们是去年来的 然后 办参赛证办了挺久 到11月份才真正打上联赛 呃 呃到现在也就打了是是民语上场的是第五轮的联赛才打了五轮联赛 嗯 所以我之前也跟您说嘛 其实了解的相对呃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可能接触的信息面也是有限 反正我尽我所能都尽量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你是你是本身你就就是想移民了对吧 对对对 因为家庭啊工作各方面原因本身也是有这个想法啊 然后过来以后呢 在这边再找的俱乐部就是去继续踢球 嗯 嗯 那当时找俱乐部难吗 不难不算太难 取决于你想找你的你的期望值是什么 哦 你说你要是想去黄马马进啊 是这第一梯队的那肯定难于上青天 但是你就适合你孩子这个水平的你想进去的话并不很难 你就在他们的每年这个赛季结束之前有这个招募期 你就网上可以填 你去申请 他就会让你去视讯啊 当然我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去了几个俱乐部去视讯的 就是就更加更加简单一点啊 这个过程也很简单 就是让你参与他一周的训练 呃打一下友谊赛 看一下你的发挥啊 嗯 那你现在是在马德里是吧 对住在马德里 那为什么没没去巴萨呢 呃 因为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语言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是来不是以踢球为首要目的的吧 对对 未来孩子要学要学语言的话呢 马德里地区是说的就是呃 官方的西班牙语啊 呃去去巴萨呢 你除了要学西班牙语 你还要学一个比较当地化的加泰语 这个一个对孩子来说太辛苦了 就你要再学两门语言 再一个加泰语它的受众相畏小一些 嗯 所以我们考虑来的马德里这里 嗯 再一个就是马德里这边就是朋友多一些 哦 是什么情况 嗯 那么那么那名女女呢 应该说呢在国内 这个她是小零酒对不对 对对对对 十二月底 十二月底的就是她实际上的这个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到了西班牙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对比吗 嗯 嗯 所以就是说和同龄人的水平之间的对比 对对对 嗯 因为 我自己感觉哈 他在这里属于一个就我刚才说了嘛 你如果和黄马马进这样的顶尖的俱乐部的水平比的话 那是有明显的差距 显出的差距的 呃 再往下一层呢 大概第二级别的这个档次的这个球队 差不多是属于一个中等的水平 因为这里的孩子啊 他也是同一个球队这个身体的差异非常大 对对 有有那个个子比明宇还小 呃差不多一个头的 有比明宇高一个多头 接快一米七五一米八这种都有 对 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国内您也知道 他是属于身体不算有太大的优势的 这个呃速度也不是很很很突出 对 可能小时候就是七周梯的比较早啊 然后练的比较早练的比较多 所以小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技术方面有一有一点的优势 包括视野 来了以后发现 呃对视野可能也还行 来了以后发现这些优势基本上不存在 基本上当然不存了 没了 反而你知道吗 现在咱们俱乐部的教练把他 教练会根据人来分组训练 英才试教 你比如说你是边风组的啊 你比如你是这个身体擅长的 你是技术擅长的 咱们就多练技术 你身体擅长的就多练身体擅长 对 你知道名语经常被划分在哪吗 身体最强的那四个人 哦是吗 啊 我都觉得很纳闷的 就他的对抗能力 以前您可能在小教您也见过 他其实对抗能力不突出的 但是来了这里以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在这个环境下面 好像激发了他的对抗的欲望跟意识 呃展现出来的就是很乐于对抗 很很愿意对抗 嗯啊 对在其他的方面 你像技术意识在这里 我说话说实话 在我们队里的话太普通了 其实基本就是个中等的水平 就是 嗯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个你考虑过就是西班牙的孩子 他的技术意识 为什么是这么强的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嗯 董老师要不正好 我看您牙也不是太舒服 因为我也写了一个提纲 要不我就按照我的提纲 我把它给夹了 好吧 我原来以为说 你不是说我跟你问吗 对对对 我看你牙正好也不舒服 反正我也提前也写了一个提纲 我要不就顺着这个 也可能您关心的问题里面能有所设立 OK 如果您说哪儿呢 你想重点展开的 你就随时打断 OK 有这么聊 就行 好的 好不好 好 因为我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 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年见到的 听到的就是关于西班牙足球 只能说马德里足球 因为我的确只在马德里这里有经验 马德里足球轻讯的收获吧 希望是能对那些想出国踢球的孩子 和家长能有一定的参考意见 参考价值和帮助 我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 我也是带着问题 这一年来也是带着问题 去看西班牙轻讯的 就是大家都觉得西班牙轻讯很强 很厉害 那他为什么这么强大 我大概分六个部分 来讲一下我的见闻和感受 可能就会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首先 其实刚才董哥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讲了很多关于西班牙的东西 其实跟我要讲的东西 就基本非常吻合 我只能就是说 再多举一些例子来说一下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真的 西班牙人对足球的热爱 太让我震撼了 它是就是足球文化和足球氛围 带来的 它这种对足球的热爱 是代代传承的 这点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呢 就是我见到的 真的是超出了我之前听到的 超出了我的想象 就我在明宇 我去接他放学 周末我们去这个小公园 你社区球场上面 公园的草坪上面 这孩子三五成群在玩的 你一眼看过去 基本都是在玩球 有踢的很好的 就这二八经在草地上自己在练的 也有在那瞎玩瞎踢的 就是玩足球 不玩别的 你要看到有一个父亲带着孩子 一起在玩的 干啥呀 我看除了骑自行车就是踢球 这个是真实的感受 有一次我们去公园 有一群小孩 家长给小孩过生日 要吹完蜡烛以后 七八个孩子在公园里干嘛 马上就分组 踢比赛去了 有男孩有女孩 立刻就分组踢比赛去了 足球就是他们最大的娱乐活动 你像明宇他们球队 他们的孩子自己有一个群 我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群里面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都是哪个球星又进球了 你喜欢的队又输球了 谁谁要转会了 只有可能很少的时间 再聊一下游戏 毕竟是孩子 但是你看我要是去餐厅 去像麦当劳这些地方 我几乎没有见到有少年 青少年坐在那打手游的 我几乎没有看到 这个挺令我震撼 而且这是孩子 包括家长 你看我们楼下那些小餐馆 小酒吧里 电视上放总永远都是在放足球比赛的 前两天那个欧超杯 就黄马打巴塞 正好明宇他们队在训练 旁边那些家长 平时都是全身关注在看孩子训练的 虽然一言不发 但都是关注着自己的孩子的 那些打欧超杯 全部在那几个人一组 拿着手机看直播 没有人去关注自己孩子的训练 这就是文化和氛围 也不只是像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是这样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两年前去过叫比利亚雷尔 也是西甲的 对吗 这个地方其实西班牙语 它什么意思 它就是叫皇家小村庄 就真的是个小村子 多少呢 5万人口 就5万人 但是你应该知道 他们的主场叫黄色潜水艇 容量24500人 这什么概念 我跟明宇去主场看球 我们走在街上 万人空 不对 万人空巷是说热闹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餐馆关门了 酒店关门了 超市关门 我们走到潜水艇里面 看到人全在这 也就是说一个村子 一半的人全都来看比赛 一个村子一半的人都来看比赛 所以也就是这种全民热爱 我觉得也促使了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政府肯定要在你 大家都热爱的事情上 配套设施上去多投入去 就比如说球场特别多 球场特别多 我家旁边15分钟 20分钟步行范围之内 你知道吗 有4个11人场地 5个5人场 这个我觉得在国内很难想象的 当然也不完美 我们想去练球 它这些场地里面 只有两块人工草 两块人工草 平时都锁着门 它属于归俱乐部管理 俱乐部就只有在比赛和训练的时候 是开门的 平时都锁着 我想去踢不了 我们想去玩球 就只能去杀土地和水泥地 这个可能跟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 比还有差距 董哥应该去德国 可能董哥德国的人工草应该更多一些 免费的人工草应该更多一些 是吧 就这我觉得我们这也比不了 上哪去找地方去练球去 对吧 我现在随便离家15分钟的地方 步行可达的 我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练起来 有球门的球场 第二个感受就是 除了这种热爱 他孩子为什么他就愿意去踢球呢 的确 学习压力也的确是较小 教育环境相对还是宽松的 这个是事实 他公立学校下午3点钟就放学了 作业很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那大把的业余时间 他们还不用担心内卷 因为这孩子吧 他们假如说不去踢球干嘛 也没人补课 就要么就是去搞别的运动了 要么就是搞搞音乐 搞搞艺术 要么就在公园里面瞎玩 所以不存在这种内卷的情况 但是这一点说实话 可能对足球启蒙 对足球普及非常重要 但是对咱们说想骑高的 对新足球 我觉得在中国也罢 在西班牙也罢 这点其实影响不大 意义不大 怎么说 你比如说明宇现在 在一个私立学校 我们因为移民的这个政策原因 我不能享受他的免费的公立教育 所以我得找一个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呢 他的教育相对公立学校 在西班牙来说的话 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更高一些 他花的时间也更多 我们到5点才放学 我去训练加上来回路上的时间 要3到4个小时 哇 要3到4个小时的 我平时还要给他补西班牙语 对吧 语言是我们要在这生活 我西班牙语肯定要花大量的时间 你国内的语文数学也不能落下吧 大家都知道 国外西班牙这边的数学教育 是比我们落后很多的 不补一补不行 然后语文我本来想 等到寒暑假再给他学一学国内的语文 后来发现不行啊 他跟我说话没有问题 你会发现让他写东西 已经很多很简单的字 你我他可能都已经快忘了怎么写了 还得花时间去学 所以你如果是对一个中国的 你想让孩子来这里为了踢球来西班牙的 我觉得你觉得这个学习压力小 这个可能就不太成立了 对吧 你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 否则你花在足球上的时间 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会让孩子还是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其实西班牙的小孩也一样 他小的时候他作为兴趣 他当然他就在家附近 练练球了 对吧 他一周两练一次一个小时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些有希望 他还想去冲击职业足球的 他还想让他更好的 他要保持竞争力 他必须的要去更好的球队 家门口没有怎么办 我就得去很远的地方 刚才有一位嘉宾也说了 我鲜活的例子 我们俱乐部有一个孩子 他住在市区 他来我们这个俱乐部 他每天要 他家长要开车40到50分钟 我还只需要30分钟 他要开40到50分钟 有的孩子先坐地铁 再转小火车 再走十几分钟到俱乐部 所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就在家旁边踢踢好了 踢得出来就踢 踢不出来就不踢 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子 大家只要他们目标是远大的 想踢好足球 也在卷 也在竞争 也在为此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像我们球队 他自己除了一周三练一赛 大家都说吧 西班牙足球 欧洲足球 就是三练一赛的 很轻松的 其实我们对很多孩子 在加连技术 加连身体 周六周天 自己找私教去练去 黄马马进这种 我没接触过 大家自己可以去想象一下 前面说的两点 他造就了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西班牙的足球人口技术 的确很庞大 跟刚才那个朋友说的 澳大利亚的情况类似 我以前光是听说 因为我这要找球队 办参赛证 我还正在马德里的足球官网 查询的看过 这么说吧 西班牙它一共有17个大区 马德里是其中一个大区 它8000平方公里 700万人口 相当于哪呢 相当于广州差不多大小 广州市差不多大小 人口不到广州的一半 但是 他在8岁到18岁 这个年龄段里面 每一岁 也就是像明宇 09年出生的孩子 那马德里自治区 他自己办的这个比赛 我不是说注册人口 注册人数就更多了 在打他审 相当于这个自治区级别的比赛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审一级的比赛吧 审理办的比赛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吗 参加这个 这个级别的比赛 就有七八千人 一个年 那全 不是一个联赛 就是马德里审 他自己办的联赛 就各个年龄段 不是一个年龄段 一个年龄段 就是零 比如说就09年的 就09年的 就09年的 他有六级联赛 有七八千人参加 对 那你全国 你看一下的话 那全国能打到 审一级级别的比赛的人 初步估一下 就是10万人 是 他17个大区 对啊 17个大区 马德里人多一点 你平均印象也有10万人了 就09的 可能就有10万人 而且是打着审一级级别的 你马德里室的 你什么哪个室 自己办的比赛 还有 还有更低级别的 我不说 就有这么多人 我们这个俱乐部呢 只是 我们的俱乐部成人 只是在西班牙的第四季联赛 就改革以后 不是西甲西乙 西足血甲 西足血乙 我们这个俱乐部在西足血乙 第四季的 就成人俱乐部 在第四季别 但是呢 这个俱乐部 他特别注重 轻讯的培养和投入 你知道他有多少个轻讯队伍吗 就是18岁以下 他一共有54只 男子的轻讯各级梯队 女子少 女子每个年龄段就一只 他就有五只 54去 对 因为我们俱乐部 比如说U14 他可能有ABCDEF 好多队了 对 他训练场地有多少 训练场地 我看啊 大概是 4块 11人场 1块5人场 一块8人场 4块10亿人 这一块8人场 我每天去 几乎是满的 他们训练场地 用的特别饱满 这波还没结束呢 那边教练催着你走 那边就用缝隙去热身了 就这样 然后这个刚才说到 就是一个客观现象 就是他踢球的人 的确太多了 我理解 接下来清训 真正清训要做的事情 好像就简单很多了 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界最常用的做法 掐接 顺其自然的掐接 讲一下这个 它是层层掐接的 西班牙的清训的俱乐部的按水平分 它也是个这种金字塔的架构 我以马德里地区为例 最厉害的 这塔尖的肯定是黄马和马进 往下就是 在西以西甲之间徘徊的那几个 赫塔飞 巴列卡诺 莱加内斯 芬拉巴拉达 这几个 和他们相接近的 就是那些 像我们这种半职业俱乐部 还有一些 他没有成人俱乐部 但是他专注于去做好清训的 也有这样的俱乐部的清训水平 很强的 这种大概处在第二档 就是金字塔的 腰身 身部 腰部的有这个位置 然后更大量的就是基层的 比如说这个社区俱乐部 然后就是可能我们理解的 兴趣班这个级别的 就是更大量的这个塔的底部 他们就是层层掐肩的 你比如说 我是听说黄马 他每年会淘汰一部分清训的队员 每个年龄段都会淘汰 他去了哪呢 就去到了赫塔飞 巴列卡诺 莱加内斯 然后每年这些俱乐部的 上个赛季表现好的孩子呢 又会被黄马马进给悬挂走 那自然的 就最基层的俱乐部的孩子 如果你有一个完美的赛季的表现的话 那么你第二年就可能会 被这个腰部的中部的俱乐部 给掐肩掐走了 这种 他们的这种流动 它是自然流动 就是 除非你是在赛季中段提出来 如果是赛季结束 你提出来 我要换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要我去了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了 没办法限制你 不存在说要转会 要卡你 要付费 都没有 所以这样就很好了 就自然淘汰 强者生存 就简单而又合理的一个选拔过程 那么在这样的模式下 我觉得一个好的苗子 一个有天赋的孩子 他很难被埋没 对吧 走到金字塔顶部的 一定是强者中的强者 才能走到最后 那是不是 我18岁了 我最后在 你说的金字塔的头部 我就一定能成为球星呢 显然不是 连成为职业球员都不一定 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西班牙的朋友 他的弟弟 一直在黄马的清训 到U19了 都还在黄马的 可能是B队C队之间徘徊 后来呢 他前几年成年了以后 不提了 第一份工作 是在麦当劳打工 真的 就是你即使 对 你即使最后 到了黄马U19了 也未必能踢上职业足球 这个是个现实 那侧面也反映了 就是即使强如西班牙的心绪 我成才率也不高的 相对于 尤其相对于 我刚才说的 他那么大的人口基础来说 可以说成才率 其实是非常低的 其实 所以如果一门心思的 要为了踢球 去西班牙 去博大牙 我觉得要 真的要胜而胜之 我特意查了一下 我们去过的一些俱乐部 太高级的 我也接触不到 我查到像西以弊的 有一个球队 我们去年是视讯的 他官网上面 他会介绍 他会吹我 不是吹 就介绍 我培养了多少 职业球员出来 对 他列了三四个名字 一个都不认识 看到一个 略伦特 就马进的略伦特 这个是大腕 我想这个俱乐部很厉害 后来一看 人家后面介绍是 11岁到12岁 在我们俱乐部待 人家12岁的时候 就已经被皇马挖走了 12岁就已经被皇马挖走了 所以说 有一个 如果说你孩子14、15岁 还踢不上 这个很高级别的联赛 你还幻想着说 我未来能够成为球星 能够去踢职业足球 这种想法就有点危险 尤其是有些想出国踢球的孩子 家长可能听说 你先去了再说 先打上比赛再说 小的时候连赛级别不重要 这都是我来之前听到过的说法 建议一定要慎重 要看你的心态和目标 看你对孩子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你觉得他很有天赋 你想冲击职业足球的 我建议你来之前务必要考察 和看一下自己孩子 能不能打上高级别的联赛 当然如果你是心态 我就是像我现在一样 我来就是踢得出来就踢 踢不出来就不踢的 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我在这边认识一个 山东的一个伊林的姓刘的孩子 他家长 他挺幸运的 他孩子跟嘉比的儿子是队友 嘉比你知道就是马进的 刚退役的队长 嘉比 他跟他孩子是队友 所以他跟他平时聊天 他能收获一些挺好的资讯的 也跟我分享 他说嘉比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说如果你在清训的18岁以下 你一直不能保持在 不能保持在第一集第二集的联赛的话 你基本上没戏了 踢职业基本上没戏 这不是我自己的观点 这是人家一个职业球员分享的观点 就是各个年龄段 你要没有在一级二级 就很难了 他是你要保持在 你要能保持在 你才有希望 你但凡你被淘汰了 你后可能你只打过一年两年 第一级第二级都够枪的这个感觉 对 所以如果你想从孩子出国来踢球 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 你说有没有就是水平一直踢不上的 但是后面成年打上职业了 当然有 咱们也经过那种励志传奇 但是作为一个家长来说 你愿意去让孩子去赌博 去挂这个彩票吗 对吧 另外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掐肩的这个模式 导致了竞争是非常的残酷和激烈的 我就举我们名语这个队的例子吧 上赛季我们是上赛季末的时候去试讯的 当时那个队呢 就我们现在叫U14 就是12岁和13岁的 我们去年试讯的时候还是U12 那个时候U12A队在第一级别联赛里面 他在第一级别的四个组 他在第一组排名第四 就是就至少是马德里地区的 就是09年的前16了 水平很高了 对对对对 对吧 结果今年这个队伍到了U14以后 我们小年龄段的那批人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那批人淘汰了一半 只剩下8个人 只剩下8个人 从马进的之前的C队 就相当于这个C队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马进的09的2队 你们来了8个 来了8个 他们我理解他们应该不是淘汰来的 他们是想追求更高的联赛级别 对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今年运气比较好 可以打到第二级别联赛 他如果留在马进呢 他就可能只能打到第三级别的联赛了 对 因为他是两个年龄段 对对 对您说对了 就是小年龄段能打到高级别联赛 是相对更难一些 对 对 所以他如果留在马进 他反而可能没有我们这个俱乐部打的 尼泛级别高 对 他一下就过来这边了 所以这个我是切身的体验到了 我今年来一看 我对里面一半多人不认识 这个经济和淘汰技术是非常的激烈的 就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说了4点 就是总体上 我觉得是一个客观环境造成的 西班牙的这个清训 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有足球文化和底蕴 导致热爱足球的人多 然后呢 又有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 使得愿意投入的时间多 那么踢球的人口基数自然就大 然后清训在做好这种掐尖的工作 这就顺理成章的去成功了 但是这个是我们无法去改变 或者我们无法去短时间内 去仿效的东西 您刚才也说了 对吧 也就更加让我觉得我们中国 可能像您说的 还是短时间内 还是搞好精英化的事情去吧 对 接下来我想说的呢 是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 就是比赛和训练这两个环境 因为你除了这些客观环境 高质量的比赛和训练 一定会影响你最后的足球水平 对吧 我介绍一下马德里地区的这个联赛的体系吧 真的是太完善了 我还是以我们这个U14为例 U14刚才董哥说了 涵盖了 08 09 也就是13岁12岁 两个年龄段 这个年纪呢 是没有全国联赛的 在马德里自治区一级 他原来是有五级联赛 就在这个赛季 刚刚改 改了六级 增加了一个叫Super League 超级联赛 就是黄马 把萨翔梗没搞出来的 人家清迅先搞了 超级联赛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这是有个背景 就是我正好有朋友在这边 搞清训的他跟我说的 就是黄马和马进 他们觉得现在的联赛 现在的新少年联赛里面 同一组里的水平差异 还是太大了 他们想要更高水平的比赛 所以在U12 U14和U16三级里面 他们做出了改革 原来U14和U16的第一级联赛 是两个组 每个组16个球队 在这个基础上 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拔高 再抽出了一组 只有16个队参加的超级联赛 那么显然这个水平就更高了 原来的U12 U12它是第一级别是4个组 每个组16个球队 也拔了两个组出来 Super League现在是两个组 每个组只有16个球队 所以联赛水平就更高了 所以刚才您说的 它涵盖了两 一个年龄段涵盖了两个年纪 现在对小年龄段来说更难了 我们的U14 您想它的Super League里面全是08的了 没有09的球队了 即使是黄马和马进的B队 也就是他们的09的一队了 对吧 他们的B队就是他们的小年龄段的一队了 现在也在打第二级别联赛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以前他们都在打第一级的 以前他们都在打第一级的 现在他为了确保这个比赛质量 他把小年龄段的放到第二级别去打 那你的第一级别里面没有 没有马进入 有他们 没有了 只有08的了 只有08了 对对对 但我不知道 因为黄马和马进现在在第二级里面 虽然人家是09的 他还排名小组前第一第二呢 我不知道他第二年会不会升上去 这个我不知道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是第一年嘛 也就是说理论上黄马09 是打不过这个Super这个组的 这个08的最强的队吧 理论上是打不过的 身体差异太大了 身体差距太大了 身体差距太大了 我每次看明宇的比赛我都揪心 这真的是肉搏啊 拉拉不住 拽拽不倒的 真的是 他们真的有这1米75 1米8的都有 我见过那个 因为我 巴萨 就是 拉马西亚09 就组合了他们 踢的比赛 那好多真的1米8多 对手 他们也跟08的踢吗 对吧 对啊 对啊 他们也跟08的踢 现在的现实是 我们的比赛对手 普遍都是那么高的 因为人家08的都发育了 都普遍是那么高的 你就算遇到几个小个子 跟明宇差不多的 你他为啥能打到第一级 第二级联赛 那一定是身怀绝技的 对 要么就是灵敏度很好的 要么就是技术很好的 对 对 所以他联赛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形式 我刚才不是说他一级联赛有那么多人吗 我给你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这个 我说一下吧 U14这个年龄段 他在马德里地区一共是6级联赛 第一级联赛是一个组 第二级联赛两个组 每个组16个队 第三级是4个组 第四级8个组 第五级18个组 第六级31个组 每个组14个队 31个组 每个组14个队 那么这总共就是890个队 按每个队按不保核算 他每个队报名是24个人报名 他一个队现在 他为了保持队员上场的竞争力 他一般只报20个人左右 他报多了孩子上不了场 他就对孩子不好 对 他所以只报20个人 就这也有17800人 0809 马德里地区能够打上 大区级别比赛的 就有17800人 所以 这是说人数 但是你想想一下 那将近900只球队 每个周末450场比赛 足协能把它有条不紊的组织下来 也是实属不易的 我们那个球场 我刚才不是说有那么多球场 4块11人场 但是一到周末 就像吃流水洗一样 这边一场比赛刚打完了 下面两个队马上就已经开始入场 下一场比赛了 一场接一场 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大概7点钟 一场接一场再听 场地很累 场地没歇着 而且他比赛组织的是非常规范的 他们是早早地就把赛程给定下来了 主客场 谁的主场 谁的客场 然后赛前一周 有个APP 你都可以查到比赛的时间 球场定位 对付的颜色 然后完赛以后 他会统计进球的数据 换人的数据 红荒牌 这些都会第一时间上传到系统里面 都是可以查的 而且这些信息 你不可小看的是 他会伴随你职业球员 你替职业也好 不替职业也好 会伴随你的踢球生涯的一生 对 别人 他的信息是数据库是公开的 都可以查得到的 你曾经打过什么比赛 经过多少球 吃过几张红盘 对吧 这组织是相当的规范的 唯一可惜的 我感受比较深的 就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他11人的比赛 只有一个裁判 对 对 11人大场 他只有一个裁判 约位经常盯不过来 虽然说人家老 他比赛太多了 他裁判也没那么多人 估计是 我估计是这样子的 经常有那种争议判法 经常有争议判法 虽然说人家不像我们 这么在乎输赢 但是这种情况 也是经常引起教练 和家长的混乱 你见过最混乱的情况 是什么 我见过最混乱的 我只见 我见的联赛场次比较少 但是我啥都见过 有赛后家长追着裁判 要给他看视频 跟他吵架的 有双方家长 最后不知道因为啥事 吵起来 差点要动手 也有 都有 真的都有 不是大家说的那样 什么孩子不在乎输赢 家长不在乎输赢 真不是这样 我们对的教练 特别在乎这些争议判法 场军一张黄牌 十三轮联赛 已经被红牌罚出两次了 现实就是这样 联赛组织好归好 但是大家也还都是 非常重视这个比赛 非常在乎比赛的输赢的 对 其实我插一句 就是我看西班牙的比赛 我觉得他们可能 最大的一个转板 就是裁判不够 他哪怕租点学生也行 就是说 有两个编才也行 没有 周围一个人 没有 他好多主才 看着都 也都是学生 学徒体 对了 年轻 他主要比赛太多了 你想 你是一个年龄段 他有一业余的比赛 还有成人的比赛 他没有那么多裁判了 对 我这一个年龄段 马德里有450场 你这五个年龄段 周天还有 您说的业余组 业余组 他业余组十几个级别 好像是 十几个级别的比赛 相当于 打的太多了 骗子都不够用了 骗子都不够用了 对 但还好 但还好 你越位了 反正再不满 不满的 最后 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真上场去打 判的 反正判了 最终也只能是判了 另外就是 那我就接着往下 好 他联赛 他有升降级 刚才也说了 这个是促进了俱乐部 这种直接的竞争机制 但是这个机制 其实不是太合理 他有些奇特 他今年 比如说我现在是 比如说我今年10的 我应该在U12的高年龄段 对吧 我是高年龄段 我打第一 我打这个 比如说我打了一个第一级别 我是高级别 第一级别的 对 我都打到小组第一第二了 我水平很牛 对吧 对 我第二年 我升上来 我到U14的逼了 我到U14的逼对了 我是小年龄段了 那我们俱乐部的U14逼 上个赛季 踢的特别不好 从第三级别降级了 降到第四级别去了 你是上来替我打的 你是上来顶我的名额的 那你现在就打第四级别去 这种情况也有 这个就不太能理解 特别不合理了 这个就是 等于说本来孩子 就除非 但是上一级别 由于级别低 他就能掉掉下去了 是的 这也就是促成了 就即使是小孩子 他们的 流动 球员流动 也是非常频繁的 你不行了 那我没办法呀 我不能我第一级别的水平的队水平 我不能打第四级别的学校 我只好换队了 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 说一下这个比赛的水平有多高 实话是说 我刚才说了 这比赛的水平很参差的 这也就是黄马 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Super League 我们之前 我去年来视讯的时候 还在U12 那小组第一和小组最后一名 就第一级别的联赛 小组第一和小组最后分差大几十分 黄马马进球基本上是100加 对 试球是个位数 对 你说他肯定嫌这个比赛锻炼价值不高了 高的是真的水平很高 但第一级别里面也曾经见到过 就是很兴趣般很基础水平 是这样子 但高水平是真的是高 我昨天刚好看了一场 我们俱乐部的 胡贝尼就是U19 U19我们俱乐部的A队 打黄马的U19B队 这就是全国的第二级别的联赛 就是属于全国第二级别的联赛 因为全国第一级的联赛 是黄马的U19A队在打 黄马的U19B就在打第二级别 所以我们的俱乐部A队 只能打到这个U19的第二级别的全国 全国联赛 这是全国联赛 他俩的对抗那是真激烈 真精彩 我看的比赛也不多 我觉得不比国内某些 就是可能 职业队 职业队的对抗水平要低了 节奏太快了 几乎没有浪费的时间 全是比赛近时间 你攻过来我攻过去 你也可以说他是不理解足球 但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他就是要追求这种高效的攻防 攻防转换来回 你攻过来我攻过去 你攻过来我攻过去 是非常接近成人联赛的比赛水平的 就是他们的比赛水平高 就突出体现在比赛的节奏快 对抗激烈 我刚才说的小孩子 他水平可能差的很多 但是我能力不如你 我的比赛态度 我的凶狠的拼抢 这一点是他再入了队都不会差的 这一点是再入了队他都不会差的 所以说明宇来到这边 他比赛 他比赛能力进步的还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就董老师可能说 在国内的咱们训练的孩子很多 他到15岁到18岁了 他最差的最缺的就是 他不懂怎么比赛 对 我这个体会非常深 我一直觉得明宇去 你让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你让他练练基本功 练练什么一对一这些东西 都没有问题 对 但是到了比赛 就感觉不会提比赛 对 但来了这以后 虽然我们只打了五场联赛 我觉得这 这些五场比赛 对他的长进还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他变得从容 不太像以前很容易 董老师应该还有印象 他不太像以前很容易紧张 失常 很容易失常 现在可能就习惯了 我每一场比赛都一样 都是这么在打比赛的 甚至我训练的时候 比这还快 比这还拼抢还凶狠 他适应了 对吧 然后节奏快了 他可能那个投入度 专注度很高 甚至来不及紧张 或者说紧张也不会到 紧张到影响发挥的地步了 我最惊讶的是 他第一场比赛 他第一场联赛 当时教练就让他首发了 碰到的就是马进的C队 就是我们那个小组的 小组第二名 马进C队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我很紧张 紧张 我也可以理解 明明他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遇到这个 这个 强的对手 他会紧张 而且好紧张 怎么办呢 结果第二天比赛的时候 不像以前一样 他按以前 他一定会是他失场的一场比赛 他没有 发挥的很正常 甚至有一点超水平 这我理解就是 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 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一些 潜移默化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对抗能力的提升 就是体现在对对抗当中的 技术运用的合理性 决策能力 这个也是一点一点 潜移默化的去改变的 因为他每天面对的 我说 不是比他高两个头的 就是那种特别灵巧 技术特别好的 每天都是这样的对手 他潜移默化的 自己也在提升这方面的 对抗能力 然后就是队里面的良性竞争 就 首先这个队 他里面的队员流动性很大 基本上都是教练 他自己评估以后留下来的 甚至有一些是教练 自己考察其他球队 然后邀请过来的 所以教练很信任 他们每个人的事业 都会给机会 然后到周五 就是周六不是比赛吗 周五的训练 教练会公布 这周可以参加比赛的大名单 十一加七 只带十八个人 那落选的那两三个孩子 你看到他们那是真哭啊 就在就在训练场上 哭得很惨烈 就我看到看到我感度感触很大 这就是他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的竞争 你这一周训练状态不好 你就去不了 你就去不了球场去比赛了 所以我们东西回来以后 就是圣诞假期回来以后 民雨的状态很不好 他打了一个友谊赛 就比赛欲望都强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估计你这个状态打不了首发了 他也很沮丧 他说我也知道 那很认真就问我 那怎么办呢 你觉得问题在哪 我说那你得自己找原因去 那结果到了周一的训练 他表现得特别积极 拼抢特别凶 教练在训练中中断几次都夸他 今天的训练状态很好 然后到了这个周末 他又如愿地拿到了手法 就孩子在这种激烈当中 激烈的对抗 激烈的竞争当中 他已经不再需要我去教他怎么面对 怎么你要努力 你要拼命 已经不需要我去说了 我觉得这是给他带来的最大的变化 也是我来这边觉得最欣慰的 对不是说技术能力 有多大的提高 阅读比赛有多大的提高 目前我还看不到 最后就讲一下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训练 觉得西班牙的训练水平 有多高有多高 其实大家这个听过很多 也很了解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总结下来就是 其实没有多么神奇的地方 没有 我觉得没有多么神奇的地方 训练 他有一些他好的地方 优点 总的来说 他的各个球队的训练风格 训练方法 方式基本上是统一的 对 这个很有价值 他都是比较注重船空的风格 但是又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全是巴萨那样 每天都在练 TK Taka 不是这样 可能各个地区差异也比较大 马德里的打法是在注重船空 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 非常强调 简单直接的 有效的快速技 快速往前推进 不太一样 但是 他的训练的基本的东西 都是注重船空 船跑 注重有球训练 很少做无球的身体锻炼 很少 你向他热身 那就是 船球训练 对船 这边船完去那边 跑过去排队 跑过去排队的过程当中 就把开个胯 高抬腿 后踢腿 这些热身就做掉了 他不会单纯的去做这些 另外他的训练 特别强调 对抗当中的技术运用 他绝大部分的训练的环节 都是 设计的都是在对抗当中完成 你比如说一个简单的 就这边开大脚过来 开一个很大的大脚过来 你要把它给停好 他一定会在后面 安排一个队员 或者是教练 在后面推你 撞击你 这种情况下 让你去挺高球 另外 他的训练要求 他会特别强调提醒你要快速完成训练 节奏特别快 你听到教练在训练当中 喊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字 就是 就是快速快速快速 这点我感触特别深 就是跟小江的训练很像 因为我看过小江 董哥发的小江训练的视频 满场都是队员之间的相互呼喊 喊叫呼应 对吧 他这里做的跟董哥那个就很像 甚至还更过的就是 他哪怕是不是对抗 就是一个传跑训练 你传给我 你传到这 他传到那 然后你再大脚开过去强点 我明明 这个人明明知道 你教练就是要求你传给我 我必须快速的拉开跑位 侧身位 把身位调整好 要接这个球 而且你 他自觉的就会大声的喊 喊这个队员的名字 谁谁给我球 给我球 他就是一个传球的训练 他都会大声的去呼喊 而且我看好像也没有教练 特意的去提醒他 那名语来了以后 自然就学会了 自然就学会了 我要球要这么要 对 真的是无论什么年龄段 无论什么级别的队伍的训练 他们孩子的投入程度 专注程度和积极性 跟我们同级别的 同样兴趣班相比 同样的精英相比 这块咱们是比不了的 你就是最基础的兴趣班 都没有需要教练说去 来给我注意一下你们的纪律 来别说话了 来注意力集中 不需要 最基础的兴趣班也不需要 更别说精英级别的球队的训练 你可以想到 教练是不需要花任何一点时间 去管纪律的 而且他们的训练中间 是没有喝水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就是非常的紧透训练 除此之外呢 也没有什么 我有两个印象 有两个环节印象比较深刻的 展开说一下 就是刚才说了 很多球队会用 抢圈的形式来去热身 对吧 这个董哥文应该见过 他们经常喜欢用抢圈来热身 但我看了很多个热身 这种形式以后 我觉得这不是热身 这是太高质量的训练了 你像我们俱乐部 U16的A队和B队 我经常在那等的时候 就看他们在那抢圈 我儿子真的不输职业球员 可能我说的有点夸张 可能这个球速 球的速率和这个失误率 有一点差距 但是那个玩法 和那个享受的过程 是真的一模一样 七八个孩子 围成一圈 七八个孩子围成一圈 围成一个很小的圈 中间一个人 两个人抢 必须是快速的出球 快速的决策 一脚一脚 就跟网上大家看过 那种西班牙国家队 巴萨抢圈 差距不大了 U16的孩子 差距都不算太大 这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而且他们可能熟悉了 这种小范围的高牙婆 他的心态很放松 经常我啪一个假接球 把球踩住了 耍你一下 脚踩住球了 我往左边拉一下 你过去了 我右边又拉 又抹过去了 他很享受这种 这种细耍对手的这种过程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也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这个跟高节奏的对抗 就比赛当中高节奏的对抗 其实是有极高的关联性 对 对吧 就是一个小范围里面 很多人压迫过来了 你怎么处理球 我平时天天就这么玩的 我平时 平时七八个人抢我 平时这么小的空间 有人来抢我 我就是这么玩他的 所以他到了比赛 他能玩得开 他们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 他们每传满 可能20脚球 没有抢到 集体停下来 集体鼓掌 说明真的 他们真的很享受 和喜欢这一种玩球 玩耍的形式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们的对抗训练 他们的对抗训练 形式很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的 就是他会把场地压缩到很扁 就是球场的那个宽度 可能差不多就可能到大定区吧 到大定区的边线 这个地方这么宽 但是他的长度会压缩到极致 三分之一个场地 甚至四分之一场 这个你就想象一下 七可能七八个球员 每个队七八个球员 八九个球员 在这么窄的一个场地里面 去打对抗的话 攻防击转换的节奏会有多快 你一拿球身边就马上去 就是一个人两个人 处理球的难度有多大 而且他们随着年龄的增进 摆脱了就能打门 对对对 摆脱了就可以打门 这样子的 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 他们玩的是越来越适应 玩的越来越溜 你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 明宇他们 可能今年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就很乱 就抢下来了 抢下来了怎么办 没办法 那就一个大脚往前抡吧 就是这种 可是我看到他们U16的 再看到U19的 他们甚至可以在这种 极限的逼向的情况下 能够把球摆脱掉 摘出来 去发展下一步的进攻区 可以完成很高质量的 小范围的 二国一 二国二的配合 我觉得这个训练的帮助和作用 实在是太大了 更关键的是 他们的训练 训练的就是 内容 环节不会很多 不会一堂训练课 做五种 六种 七种 八种训练 他可能做一两项基础训练以后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对抗训练 都在打这种对抗 非常模拟实战 非常模拟实战 当然 关于训练 我可能就想说这么多 然后 其实总结一下 我觉得训练不算是有多么的稀奇 就因为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 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没有正经的去过 职业梯队的训练 我们就一直在社会轻训 董哥知道 我们一直在社会轻训去练的 可能对于像足球小将 像职业踢队的孩子的训练来说的话 我讲的这些东西 并不能说有多么的先进 或者是多么的新奇 二来 我也是真心觉得 他的训练方法也没多不一样 我们原来在深圳的 社会轻训的教练 他是巴西人 但是他的训练风格是欧洲的 他是在葡萄牙上的体育大学的 体育足球训练专业的硕士 他教的那套东西 跟我明宇现在在练的东西 是高稳 高稳合度的 所以明宇这边在训练 他是非常习惯 没有任何不习惯的地方 那到底 那到底是什么引起了 最后这个训练质量的 带来的差异 这个我说的不一定对 我觉得 我反正认为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 我理解差距还是队员 你没有办法给他提供 20名 每次训练都不缺席的 水平相当的队员 你没办法让他每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的 去重复同样的高质量的训练 我说的这个还是 就是咱们这种 社会情绪的情况 对于董哥 你足球小将 和恒大 武能的梯队 可能就不适应了 他们是具备这个条件 就还是基数太少了 回到说西班牙的 训练的情况 我刚才说的是总体感受 其实我一直不希望 就我说的这些东西 会对大家产生误导 或者叫以偏概全 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接触到的 西班牙足球的信息 就真的叫一页账目 以偏概全 就你可能看到这个点 你拿来对我可能不适用 所以我现在说的 我刚才说了 西班牙的新训 它是金字塔体系的结构的 我的孩子 我现在接触到的面 差不多就是中间 靠上一点点 我谈的东西 它不适用于黄马马迹 它也不适用于下面的 启蒙和新举版 但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有很大的 个人风格和差异性 你各个地方 各个俱乐部 各个年龄段 各个教练的个体 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它有相通的地方 刚才说的 它的训练风格 它的训练方法 大体差不多 但是你比如说地狱 马德里这里 北边是富人区 南边相对就一般 经济一般 那南边踢球的孩子就更多 俱乐部也更多 它的训练强度也会更大 它的训练做风格 其比赛的风格 也会更凶悍 这是非常明显的差异 我是切身体会到的 我为什么选择 现在这个俱乐部呢 我当时试了两个 人家都说要我们过去 但北边那个俱乐部 就是我就觉得 它的平时的训练 和比赛风格太温柔了 名语本身就是那种 你可能要推一推 压一压才有干净的孩子 所以我果断的就选择了 南方的这边的另外一家俱乐部 对 而且他们各个年龄段 因为训练目标不一样 训练的质感差别会很大的 小年龄段的时候 差不多优势往下 他们的训练是非常轻松的 就有可能一个小时的训练 就两三项训练内容 练完技术就去打比赛 就这样 但是到了大年龄段 精英的队伍以后 训练节奏和训练强度 就会大很多 你像我们球队 说是一个半小时的训练 教练经常会干到两个小时 就利用一切时间 利用场边的空隙 你去做热身 你去做拉伸和核心身体的锻炼 就利用一切时间 挤出场地来 做两个小时的训练 所以不同年龄 不同级别 它的训练强度会差很多 还有教练个体差异 太大了 去年我们这个队 去年也在第一级别的联赛 还拿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教练就特别佛系 就是跟带个兴趣班一样 就热身 然后传两球 打对抗 很少停下来说 你这好 你那不好 比赛也不怎么喊 你们就踢去 最后成绩也不错 然后今年我们换的这个教练 是个另一个极端 就他可能觉得你是09打08 你的身体差距太大了 他很强调耐力的训练 爆发力身体素质的训练 经常要给你加练这些的 然后他的训练科目也特别多 他会针对你上一轮比赛里面 暴露出来的问题 加几个环节 就所以 所以就真的是不能 疑点盖面 疑偏盖拳 西班牙的训练有共同点 但是也有很大的个体杂役 你如果想来这边学球的话 也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 适合自己的球队 请董哥 我大概就是说这么多 总结一下就是 讲了六个方面比较啰嗦 但总体我的感觉就是 西班牙的新训练 为什么能成功呢 就是他 优良的足球文化和足球氛围 和他这个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 带来了一个庞大的热爱足球的 能够参与到足球训练的 一个足球人口去 然后呢 他们又有系统的训练 和比赛的环境中 去尽情地表现自己 那么接下来 清训 比咱们国人的清训的工作者 要轻松地多了 水到渠成 去发现人才 提拔人才 我觉得他们的人才不是练出来的 他们的人才是 发掘出来 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不一定对 好 我就到这里了 东哥 很多很多的 这个 网友啊 都给你的分享 很高的评价 非常棒 我没看 因为之前呢 你跟我说 你 你可能不擅长 你一个人表达 我还觉得说 跟你问问你 你在聊 但事实上 你表达非常好 大家也都给你看 给你很 不不不 我充分准备了 我写了好几千字的 准备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我想可能未来 我也知道 你在一些平台上 也在做这样的 在西班牙青讯的这些分享 到了哪天 我们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还可以随时连线 好好好 学英语是吧 对 国际学校英语为主 英语为主 对 然后 对 他现在英语和西语交流 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我们也是 就你那天说 说到了吗 就你要 你要想出来踢球 早早的得把语言准备上 我们是出来之前 接近半年就开始 学西语 哦 哦 很好很好 然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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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觉得 就是小强在那 现在比方说 如果说有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踢球 最快 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啊 嗯 就是 还是说看心态 如果说他自己 想往更高的 就是想在足球方面 有更大的成就的话 他现在面临的竞争 的确太大了 就先天 咱们没有先天的优势 没有先天的天赋上的优势 你不像小矿啊 CC啊 他们有各种天赋上的 这个优势 那对于他来说 想在这里 敞出一 在足球方面 敞出一片天地的话 难度 太大了 这个就是实实实在在的 无法改变的客观困难 其他的倒倒没有感觉 我们就家长就尽力的支持他呗 帮助他 大概到大概他今年是12岁多是吧 刚刚满12岁 对对对对 刚满12岁 他相当于小小吧 很小 你觉得他 对 晚生一周就好了 晚生一周就10了 是吧 这就好很多了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作为家长 你大概其实想让他 努力到什么什么年龄 然后才才才才才可能会会 阶段性放弃这个职业梦想 在西班牙就是这点比较好吧 在西班牙我觉得等到他 读完高中考大学 我都不会去给他建议 你要坚持还是你要放弃的 嗯 我就对到上大学都没有问题 嗯 这个这个就是相比国内 可能有一些好处的地方 对对对 我刚才可能说了太多 说了太多出来踢球难的地方 但是这点是有优势的 对就他不会有 不会有不会是舍弃这个 一股脑的全是那个 对对对 时间时间就是比较紧张 因为上高中以后 西班牙的高中的这个学业压力 也会增大不少 我听说好 也会增大不少 但是还是可以坚持的下来 嗯 这个你你简单说一说 西班牙踢球孩子家长 大概提什么样的状况 就你的你名语的队友的家长 嗯 就是客观说 就像大多数嘉宾讲的那样 大多数人呢 都是觉得踢得出来就踢 踢出来就不踢 不会给很大的压力去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因为我说了 我现在接触的就是一批处在第二梯队 想往上去去奋斗一下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嗯 他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非常的计较孩子的未来 哦 就我说了吗 他们会我 他们会帮孩子去想 我要要怎么样去下一个俱乐部 去更好的俱乐部去试一试 嗯 他们也要去想我去哪个俱乐部去试训一下 谁能推荐我去试训一下 哦 我现在的孩子 我在这里老是打不上比赛 怎么办呀 他们也会表达出这种焦虑来 嗯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家长 他其实他孩子 我觉得踢得很好 踢得比名语更有观赏性和侵略性 但是他长期打踢不 长期打不上 他父母就很焦虑 嗯 很焦虑 老是在想这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但是他更多的是和他的孩子去交流 去多数他的孩子 嗯 他也也有对教 他跟我们聊也有对教练的不满 嗯 那我说那你不跟教练去聊一聊吗 嗯 他说 第一人家是专业的 嗯 人家不会因为你跟他说什么 就改变自己的想法 嗯 聊了也没用 对吧 第二这是我们自己选择信任这个俱乐部 信任这个教练 所以他不去选择不去和教练去交流 只是 只是自己想办法去适应 去和孩子去沟通 嗯 再一个刚才说 可能他家长很在乎比赛的输赢 但是呢 他们展现给孩子面前的 不会展现出来 他们可能会跟裁判去计较 可能会跟对方的家长去计较 嗯 但是他的孩子在场上比赛的时候 他们也会喊 嗯 漫天的喊声 大声的喊声 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去喊 哎 你怎么不往这跑 你怎么不往那踢 嗯 他们喊的都是 呃 快一点 加油 冲啊 都是这种鼓励和鞭策和鼓劲的 嗯 然后 啊 那个 就吸引的那个队的B队 人家也是09的 他们B队 我们2比0领先 最后被人家大逆转 那孩子出来一个个呀 都沮丧的不得了呀 啊 家 但是 家长也难受啊 家长在门口就是列队 鼓掌 欢迎 哦 像欢迎 打了胜仗的英雄一样 欢迎大家 是 家长这么说的话 家长也挺两面的啊 他们跟裁判计较赢 跟对手计较声音 但是对孩子是非常的宽容和鼓励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很好啊 谢谢这个 明语爸爸 呃 非常精彩的分享 呃 我知道这个 呃 呃 在在西班牙呢 其实能够沉浸在一个非常好的亲近氛围当中 然后我也知道明语呢 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啊 我也期待着呃 什么时候能够疫情打开我们小将去去西班牙 然后我跟明语的俱乐部咱们提一场 然后我们也带着明语再去去挑战更强的对手 期待期待 我也期待就是夏天可能我们回国了 到时候我们去北京拜访您 还有小将啊 看看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在北京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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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定一定一定来北京 然后一块比赛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小将的进步 啊 非常感谢你 兄弟 谢谢 然后有任何的 好 谢谢 在北京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需要我帮忙的 你就咱俩也能联系上 你就联系我 好吧 好的 谢谢董 加油多保重 然后给明语问个好 然后就说我们会 我本来想让明语跟你 本来想让明语跟你说两句的 但这个拖到这个点 他正好在上西班牙语课了 对对对 到时候再 没事 咱过过阵子 等这个明语有好的表现 更好的表现 到时候咱们再联系 随时联系 好的 啊 好的好的 感谢 感谢明语爸爸 董哥再见啊 谢谢你 好再见 嗯 再见董老师 再见 爸爸表达这么好啊 以前 就我们也接触过 但以前给人感觉好像 不是特别愿说话 到了西班牙以后 可能也是 有了更多的这种思考 他讲的是自己 发自内心的感受 和亲身的经历 真情实感 所以他表达就很流畅 而且还有体系 非常好是吧 你看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网友呢 也给明语爸爸 也很高的评价 今天呢 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 一共有57.4万人次观看 从意大利聊到澳大利亚 再聊到西班牙 我不知道你们听完什么感受 就即便说我 先后12次出国 即便是我呢 相对来讲呢 就是 也算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了不少东西 但是听到这几位嘉宾的描述呢 我也时不时就震撼 当然这个 这都是客观存在 这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 想象不到 很多人认为足球是很简单的事 很多人认为 中国足球怎么一弄就能上去 我们忽略了就是 这个基础 我们忽略了西班牙足球的背后 澳大利亚赢中国3比0的背后 意大利足球啊 这种跌宕起伏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些非常多的孩子的热情的投入 热爱 然后有这种文化的附着 也有这种完整的竞赛体系 就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你想查 任何一个啊 比方说U8也好 U9也好 西班牙的孩子 只要他参加正式比赛 都有这APP你就能查到 任何一个队 甭管你是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 因为那阵子就是虚虚的爸爸 我有一问他 他就帮我查 就一个APP很容易 爸爸查他们截图过来 哪个队 在哪个联赛当中排名多少 完了进了多少个球 丢了多少个球 积分 然后队伍这个队员的名单 就这一个工作 就是我 这真的差的太多了 差的太多了 如果你在联想到越南 一个我们大年初一就要去 去迎战的对手 越南都有全国的U11连赛 只有越南全国的U11连赛 我们打到U13 也就个分区赛 然后最后集中赛制 搞一个什么U13的决赛 人家是一种连赛 常态化的 如果你想到一个 六岁或者七岁的西班牙孩子 他每周周末 就能有一就是有主客场的比赛 就会有很多的家长 或者是朋友 旁边的这种加油助威 对吧 然后每年有升降级 然后又有这种完整的 这个竞赛的体系的支撑 那你想想 就是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再结合着这个意大利的那种生物中的概念 对吧 所以足球还是对中国来讲 非常遥远 就我说中国足球是原始社会的足球 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 那你听完了之后 对吧 从第一期到第二期 这六位嘉宾受完之后 你自己琢磨着 我们的足球 凭什么 在现阶段 去赢日本 凭什么 在现阶段去赢澳大利亚 凭什么 在现阶段 是坐着打进世界杯的梦想 你凭什么 你总有点凭的呀 对吧 有人说你们为什么小时候还行 长大了不行 这不是废话吗 我们有这个吗 我们有这个吗 我们九岁打拉把下 能零比一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的 你现在打你输 那不正常吗 那人家这几年怎么过来的 人家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是那么过来的 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说这事你怨谁的 你怨谁的 你怨小框 老二 还怨我 怨谁呢 所以这东西是必然的 有人等着你们看 长大了 你们被人给虐 那不废话吗 那能不被人虐吗 人家每年 是在这个环境里边 每年踢的是 是这样的比赛 是感受着 这样的足球的文化 是承受着 这样的这个节奏和压力 人家是不断的淘汰 对吧 你像米宇这俱乐部 这一开学 一半没人没了 又来一半 我们 我们这一开学 还原来那些人 对吧 所以你踢不过是正常的 对吧 另外一个 你说澳大利亚你好赢吗 我说了 澳大利亚肚子再大的 他也知道怎么踢 他知道怎么为队友创造空间 他知道怎么去跑位 怎么去接应 他知道团队精神 他知道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人家从六岁就开始 就这么踢 踢到三十六 踢了三十年 合理的足球 我们到十八都不知道怎么踢 都是对 碰上就碰上了 碰不上就不碰上了 所以为什么说我看日本 U12 我看他的日本U12的比赛 我认为足有想象 绝对现在能打过的 肯定能打过他们 但是再过三年 就打不过了 很简单 为什么 我一看他们的 所有的决策都是对的 只不过就是 可能有的力量不行 有的可能是 速度不行 有的可能是 这个身体不行 他导致的 他成功率不高 但他每一个想法都是对的 他第一脚停球 然后他要往那个地方传 那个人往那跑 他完了整个队形向前提 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 他无非就是 等他再长大了 他每一天都在做对的事情 你比方说这倒 倒茶 他每一天都这么倒的 他有一天就能倒进去 咱们老这么倒 每天这么倒 这么倒倒三年 三年以后 人家啪啪 人家哗哗耍起来了都 咱们还 别别 跟什么体制有毛关系 跟他们体制有什么关系 跟体制有什么关系 你没这个文化 你跟体制有什么关系 怎么又回到体制了呢 是吧 你说白了 你中国有一百个人 像我一样就行了 有吗 一百个像我 就可以 有一百个我 绝对可以 一百个中国小将 这一百个队 每年 这个每年出去两次 这就二百次 二百次出国 踢十场比赛 这就两千场比赛 你天天的你都忙 看不过来 对吧 很难 非常难 所以就那些说 中国普及 抓普及 马德里普及 都普及到 Super League了 他都没法 在那儿普及 在过大普及 都水平差距太大了 在西班牙 你过 那么多孩子参加 就已经参思不及了 在中国 你都参加 说在北京地区 有八百九十个队 参加 零九年 那左小将 打最后一个队 能打五十个 就一场比赛 能赢五十个 没有中国 没有那么多 踢球的孩子 也没有那么多 真正想踢球的孩子 也没有那么多 活得出去的家长 也没有那么多的 真正的能够 把这清训 搞明白的人 你非得片面的 夸大这种 扩大这种足球的人口 没有用 你知道吗 没有用 你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 对吧 你说你老贪图那子 什么什么 校园足球 有什么用啊 作业都洗不完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得弯道超车 人家西班牙 欧洲 发展那么多年了 人家美国 澳大利亚的体育文化 已经那么深入人心了 日本高中联赛 都一百多年了 你还按着人家方式 一点按不就班的弄 你得多少年 能追上人家 你想想 人家越南都 优势一联赛 都四年了 你不玩点 斜的歪的 你能赢人家吗 你不玩 玩点斜的歪的 你拿什么赢人家 至于说 整体的足球文化 中国 很多时候 有成绩就有文化 没成绩 没有文化 有利益 就有文化 没利益 没有文化 对吧 你九桌文化 对吧 圈子文化 这不都是因为有利益吗 有利益才有圈子文化 有利益才有九桌文化 你足球这东西 你就得有成绩 你没成绩 哪有文化呀 中国 这么个急功近利的地方 剃球赚不着钱 剃球也没有成绩 我干嘛呀 我玩他干嘛呀 我下顿饭 都不知道哪去呢 对吧 你得有人出来 跟分 中国要有仨孙新民 中国也行 有一个也行 其实 这不就现在 这五磊吗 那你说韩国 就孙新民八千万 五磊两百万 这差四十倍 这差四十倍 人家的 number one是八千万 我们的number one是两百万 差四十倍 完了你让中国队 得赢韩国 得赢日本 那赢了你 你害怕不 五块钱的 一只烧鸡 你敢吃吗 你这顿吃 吃一好鸡 你下顿五块钱 就温鸡 对吧 拜拜 我这牙疼 休息了 准备看球了 好吧 拜拜 连线五探啊 我是没劲了 我没劲说了 我这 我这 我这一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